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3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 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王毅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立峰等 出席欢迎仪式 陪同通伦访华的友、主席夫人、老挝人格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等 军乐团奏老中两国国歌 军乐团奏老中两国歌 通伦在习近平陪同下 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通伦适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欢迎仪式后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双方强调要秉持长期稳定、木林友好、彼此信赖、全面合作方针 习近平首先表示 江泽民同志因病抢救无效 于今日在上海逝世 江泽民同志是中国党、军队和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 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我们沉痛悼念江泽民同志 将化悲痛为力量 按照中共二十大的部署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通伦对江泽民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 他表示 这是中国党和人民的巨大损失 老挝党和人民感同身受 江泽民同志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期间 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江泽民同志是老挝党和人民的亲密朋友 2000年房老师提出了十六子方针 为老中关系发展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 老挝党政府和人民将同中国同志一道 不断把中老友好事业推向前进 习近平介绍了中共二十大主要情况 强调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百年奋斗历程 又踏上了新的赶考之路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创造新的更大成就 顺利实现中共二十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通伦表示 中共二十大是中国新时代的重大事件 对世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 中国一定能全面贯彻落实 中共二十大精神和二十大确立的各项目标任务 希望两党两国相关部门和机构 加强相互往来和治国理政交流 把一带一路倡议和老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 更有机连接 加强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人文交流 促进老中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会谈后 习近平和通伦共同见证了双方签署的 政党经贸金融文教地方等领域合作文件 王毅和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